大家好 今天是9月5日 星期一 新闻相对少 新闻相对少 大家可以看到 我昨天的patreon也有说 怪不得这么静 你看到为什么整个特区政府静得这么紧 原来吃柠檬吃到傻了 其实现在你看到 中央只是给香港一个任务 第一就是杀停移民潮 第二就是恢复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首先不要说他有什么计划 相信这个消息 如果我看回报导 就是据消息人士报导 这个消息不是特区政府流出来的 应该就是那些 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新闻 但是到了中后段 就是一些美资投行流出来的 就是特区政府邀请过我 就给了我 但是我们已经是 no offense 已经说了不用了 我们不来了 所以你看到为什么特区政府这么静 因为其实只有一个任务 都没有投资给你 但是现在看起来就遥遥无期 之前说 我们取消防疫措施 那些外资就会回来了 现在不要说别人来投资 他来也不来 他不来 坦白说 你这些给面派对的人 你没有那么有空 因为大家知道 今年所有的投行 基本上可能都没有花红了 你看到全球的股市跌得这么厉害 你看到今早港股就跌了 什么都跌了 其实你说是不是公用股 中概股 什么都跌了 基本上 你看到每一天的港股一开就跌了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别人是摆定个沽盘在那里 接着他就接了 接得多少就得多少 现在就 早上完了 现在是12点17分 那就19,200点 我估计19,200点 其实应该 19,200点都守不了 基本上 所以问题 你看到一样东西 就是你现在自己欺人都没用 那见到你整个 特区政府就全静了 李家超说完这个 我们有机会逆向隔离 这个河套区之后 人都没有了 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连他人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陈国基那些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然后那些很多高官 我们全部确诊 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避得是避 闪得是闪 那有什么用呢 其实 没有用的 大佬 我想他可能派人过去 基本上 派人飞过去美国 但问题有没有用呢 如果你飞过去美国 是要约别人的 你这样飞过去 他未必见你 他不见你 就不见你了 所以问题就是 你看到现在这么静 就是这样的意思 你看到香港静得这么紧 就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这样是不是静 就可以过到日子 就不是的 就算了 很多市民都会觉得 那没有外资 就没有外资 没所谓 当然不是的 因为香港很多东西要向外买 香港很多东西都要向中国买 其实 你的钱越来越少的时候 你的生活就越来越艰难 你香港越来越没钱的时候 人就走了 那些年轻人 一会我们都会说 那个 刚刚在座下说了 缩了多少班 这个小人 一会和大家说 当你人就越来越少了 当你的外资又越来越少了 中国又越来越弱了 这样的话 香港便会缩 香港便一路萎缩 一路萎缩 那我们叫什么呢 就叫做通缩 通缩跟随障 就是当时98年 99年打后的六年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情况 你不要以为很多人说 不要紧 没外资就没外资 生活照旧 不是的 你慢慢就会感觉到 譬如说我们老的 可能没什么所谓 但年轻人就会感觉到 整个社会是没有出路的 年轻人就会感觉到 整个社会是没有出路的 特别是 譬如说大家看到的电影业 或者是唱歌 演艺那些 基本上是整个市场死了 很多 譬如说你要说些什么 创科多余 你吃都没得吃 还创什么科 你都没得吃 那怎么创科呢 是不是 所有东西都要向外国买 那你又没有 你的外汇又越来越少 那你怎么做呢 是不是 你向中国的 你都要买 中国很多人都要买 他不是送给你的 大哥 是不是 所以情况是不乐观的 但问题就是 现在这些高官 你见到他除了病毒之外 是什么都没有 真的 你即使见到他说到 防疫这么严重 你见到他是没有任何措施 走出来的 你不知道为什么要打针 那怎么办 接着呢 接着呢 接着你七十岁以上 七十岁以上是隔离 小朋友就要打 现在那个 疫苗通行证五岁 是要两针的 我刚刚看到 那怎么办 接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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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天由命了 哎呀 数字回落了 香港就搞定了 那没意思的 而且现在已经说了 两个变种 即是现在是 四和五的变种 和变种的分支 那到你明年买回来 打的时候呢 可能他就有第二个变种了 那你就永远都打不完 即是伤风感冒 那这些进去和大家说一下 那希望大家 加入我们的后备时视频到Patreon 那这个连结呢 就在下面就是五元 美金一个月的 那鑽石狗就跌了 没办法了 即是美股又跌 港股又跌 那去到一百二十一个巴仙 那今天 美国是 Labor day 即是Labor holiday 那所以今天 即是今天美股呢 就没事的 那大家记得 我们正经短暂都说过了 那即是说明天呢 辉瑞和Moderna的新的疫苗 就有充足了 好像就说 即是特区政府是在谈谈 谈谈而已 现在是九月头 好像就说最快是明年有 但是明年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好了 那现在九十十一十二一 那这五个月又怎样呢 是不是呢 那待会和大家说一下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封面 这个呢 现在我是在 Yahoo财经里面 卡出来的 那就说 即是特区政府据报 他不是想着的了 即是如果据那个消息报道 一会看回 新加坡呢 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走了 已经是 那是exam了去的 即是他来香港上个星期 一带一路的峰会 是exam了去 即是简单说 就是说 所有这些人 入得来香港的 是全部exam的 如果不然人家不会来的 但是他打算出回同一招 但问题是 你现在面对的 不是新加坡 或者是非洲兄弟 或者是大陆那些 你现在面对的那些 是美国的投行 或者是欧洲的投行 或者是日本 南韩那些 那别人呢 那别人呢 就是你 offer的exam 别人都不理 那别人就review了 即是reject了他 基本上 那这些就是自己欺人 你问我信不信 我不信 喂 喂 他投行他也是人 即是 譬如黄瑞杰 为什麽他去西九故宫 他都没有疫苗通行症 那你见到他手上又没有手带 没有啊 你见到他没有手带 待会给大家看看 他没有手带 即是没有红黄绿马 那他又没有疫苗通行症 那为什麽他可以去西九故宫 而我不去呢 我没有疫苗通行症 为什麽呢 是吧 这个说不通 即是爆了出来的 你不说也没用 你不说也没用 因为黄瑞杰是用了第二个方法 告诉你 对 他没有说 他叫人说而已 那我稍后会告诉大家 好了 那我们先用了几个画面 说了国内的情况 那大家见到 国内就 他基本上做 他之前又说四天 那接着又说两天 那就说 深圳八个区 有八个区 有六个区 之如此类 之如此类 就是交通 地铁全部停运 简单说地铁 公交车停运 那这样 那他做了几日 我有听到两天 有听到四天 那就不要紧了 总之呢 就是做了这个 全民核酸 那你看到呢 他用那个 他用那个词语呢 就是 英检必检 五百六一人 很明显呢 就是跟这个 李克强打对台 李克强就是 英出进出 九月份 所有金融工具 那我们 跟着那几个画面 都会说这个 很快就二十大 十月 还有几个星期 十月十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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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二十大 应该会有很大的变化 我估计 那我们就先看那些疫情 先看吧 深圳 这个是在的 社区病例 就只有六中的一 新增 这么少 大家看到那些风控区 就一个人都没有 没有 那些是登署的 你看到真的一个人都没有 这个就是今早上的报道 但是呢 你看到市场是没有反应的 因为为什么呢 这些说什么分级解除这个管控啊 那么呢 就个街道连续三天没有 就是社会面扬性可解封 这些我们 我们自己这个节目 大大话话都说过十次以上 跟着两三天之后 有十几例 又封过 那样 所以你看到市场是没有反应的 就是市场的股市是沉底的 一路这样下去的 那这个呢 就是又是 深圳新增了七十一宗本土病例 什么各区 分级解封啊 解除管控啊 地铁巴士恢复这些 但是呢 在深圳人 甚至在全中国人来说呢 基本上已经不信了 因为我们自己都说过N次 我们自己都说过N次 好了 哦 接着一个星期之后 哦 接着又有十一宗 这样 其实有没有你不知道啊 接着又大规模检测又封了 这样 所以基本上没有人相信的 基本上 没有人相信的 那这个呢 成都一样 成都大家都见到 基本上这条街是没有人的 那很多就是 全中国都是的了 一听到说有机会封 那些人就 就是纳了两个行李箱 想走开车 那样 但是有一些走到 那有一些就走不了 被人截了回来 那这个是前两天的 那麽成都全部都要做 成都很多人 成都有成 二千多万人 那麽全部都要做核酸检测 两千万人 全部排队 那麽大家见到呢 为什麽要举高手机呢 就是没有信号 因为 因为没有信号 那麽连那个 核酸系统也借了 那麽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那条队 是长得很厉害的 那麽什么官方自协 这些全部都是废话 基本上 那麽内地 总共有几多个城市 这是星期六 那麽内地有几多个城市 是部分 或者是全域管控呢 总共有三十三个城市 那麽有几多人受影响呢 就是六千五百万人受影响 那麽有 那麽有 周日在昨日 他就说 有一百零三座城市 就是这个疫情是创了高峰的 那麽大家都看到呢 你全中国随时随地都会看到有一班人在排队 就做核酸的 10月16日,sorry 20大是10月16日 不是10月12日 10月16日 其实我相信他应该已经是陈安乐定了 简单说一句 大家出来拍手,读一段东西 其实应该已经是陈安乐定了 问题是,大家看到 后面这个就是黄沪宁 这个是契弟 新华社社长傅华 提出三个一分钟 要求新华社 必须要其次鲜明地讲政治 即是不讲经济 做到一分钟 都不站在党的队伍之外 一分钟 都不偏离习近平党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一分钟 都不离开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视野 那这些呢 就真是 即是我觉得 为什么不自己想过一些新的东西 各样东西都抄毛泽东呢 这个就是当年毛泽东 所有的党员 都要聚集在这个 毛泽东的语役之下 简单说他当时 毛泽东 他是非常担心自己 被人民拥戴的程度 是被削弱了 所以当时 毛泽东先说他这些 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 我们自己 我怎样评论呢 其实正常 如果他是连任 第三次连任的话 其实很多事情 现在已经做得了 大家如果记得 当时习近平 第二个任期的连任的时候 基本上是没有东西说的 是没有东西说的 一直这样去码 12年上 1314 15 16 17 17年的时候 你看到他是就这样上的 即是那些东西 完全是正常的推进 就不会像现在搞那么多 坦白说一句你问我 如果他说得这句的话 正常来说 应该立刻 削低这个 削低这个李克强 当然是找刘鹤尚 你看到这句不是我说的 要求新华社必须其次鲜明 讲政治 那就是不讲经济 现在谁在说经济 现在就是李克强在说经济 现在习主席在说闭关锁国 对不对 那你还在说经济 那香港已经死了 正常如果习主席做香港已经死了 你现在 打你过万 他还封了你香港 对不对 所以问题就是 变数很大 但你问我 其实我想去做 如果习主席继续继续做多三至五年 共产党必定倒台 我说的 你看现在 很多YouTube那些 有些读者都有回国内 你看现在在深圳 在广州火车站 在上海火车站 在这个北京的大广场 已经开始有恶意了 那些人就 就是 找个行李在广场上睡 有一部分当然是 找不到工作 俗称讲叫睡街 有一部分基本上就 没房子 收不到房子 自己在那里又没办法交租 那又有睡街 有两个 大和小孩睡街也有 开始有睡街 那是锁不了国的 因为为什么呢 你要跟外国买东 中国现在很多东西都是向外买 它不同当年毛泽东的年代 当年毛泽东的年代 就是搞到一窮二白 但是很多可以那些 耕地 农地可以自己种菜 种那些 大豆 小麦 你还勉强可以 自给自足 你落后不要紧 你落后最少有饭吃 但是现在中国不行 中国现在很多地方已经是建了房子 那它没有了那些耕地 还不是农地 那你就要向外买 那你向外买 坦白说 你没有外汇 那没有人卖给你 是吧 那没有得吃的时候 那些人就反了 大家如果在网上看到 譬如说成都 或者是深圳 甚至在上海北京 开始有人是拆那些大白的那些 那些 那些 其实 那还没那么快 还没那么快 好了 当那个失业再严重的时候 我告诉你 如果现在这个情况 继续下去三至五年的话 共产党九成倒台 所以我是支持习主席 就是继续做多五年 是的 因为这样才能够搞 大家想想一件事 如果没有了 没有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老早就没有了共产党啦 哪里还会有共产党呢 就是大家知道为什么 那时候放我妈出来 为什么当年放我妈出来香港 才会生到我呢 因为中国已经没办法支持那些 就是当时我妈病得很厉害 差不多病得很厉害 你走啦你走啦你走啦 因为为什么我免得养你 他当时留下什么 留下一些可以耕田的那些 年轻人之类的 所以你说香港为什么 一定会死亡呢 因为没有了年轻人 大家看看 小学开班 今年开学 大家猜猜没有了多少人 只是一级 你没有人就真的是废了 是吧 你没有人嘛 你没有人就是社会没有活力 坦白说 人家黄稠杰 就是 刚刚我说这个新加坡的副总理 人家来到香港都笑 回到去 人家笑得牙都掉了 人家这么狠狠的人都有 还有什么防疫措施 基本上 人家都不当你是对手 但你看到新加坡真是好事 面面俱缘 他忍着不笑你 回到才笑你 本来答应了算了不说了 那我就说给传媒听 那由传媒的口说 就不就是我说了 我估计 估计也没有罪 所以你说我赞不赞成 我赞成习主席做多五年 就让他可以收皮 是呀 你现在给他 即是他现在下台 我当他荣优了 下台 那你找李克强上去 他不能死 最惨的这件事 他可能跑去美国 扮矮子 来到香港 你看到香港现在正在转 正在扭 但是他还顶着 如果没有了 习主席荣优了 就没有了这股 顶着的力 任何的人上 都不会走 习主席的路线 不会的 不然就不用改了 给他做就行了 那他就不死了 你让他继续做多几年 就钉盖了 一次过收 搞定他 大家想想一件事 如果没有了邓小平 今天就已经没有了共产党了 就因为有过邓小平 所以给他过多四十年 没有了邓小平的时候 之后有些人就会说 喂 没有了共产党 怎样管 中国十四的人 你怕你的褲子掉了 生命自然有他生存之道 所以这件事 我是很不同意 Dokta Dokta说我很多次 他说 为什么我们支持共产党 因为共产党管理 只有你管理到吗 新加坡有没有共产党 没有 美国有没有共产党 没有 英国、欧洲有没有共产党 你不让别人想了 对不对 你有十四的人很厉害吗 对不对 又不是这样管治吗 你管得这么妄疚 你失败了 对不对 这些是错的概念 生命自然有他自己存在的方法 你让他自然存在就可以了 对不对 我又不赞成说 英国或者美国其他国家去管中国 中国人自己 做回自己的系统 你说乱一定是乱一段时期 很肯定的 你就是香港这么小 七百多万人 多少人在这里分顶仔 说全是每个派系都不同的 但是没办法 生命就会这样 你一定要乱一段时间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习主席下了 第二个上的话 他又可以玩一段时间 不如 撇撇撇撇 一下过 搞定他 那就更好 对不对 大家都看到 你看到南京银行 都爆了 你想一样东西 他就不承认 没有 提不到款 这些 不关系 那么那么多人在这做什么 现在看了 打了一张照 是吧 他就显示南京银行 大门关闭 无法 提款 部分存户 在位于杭州市 宾江区的南京银行 宾江科技资行附近 聚集 抗议 提不到钱 这些没得假的 你叫人都不来 这里 你看一下 一眼看过去 基本上是一千人 是吧 哦 消息有误 那是什么呢 对不对 他的银行系统 已经崩溃了 南京银行 也很大的 南京曾经是首都 我去过南京 刚才所说 抵消了李克强的 谷的经济 李克强说 能用 就尽用 他刚才说 能减减 一部分是 我觉得 一部分是 但是问题就是 你又不可以说他完全错 因为你现在还敢做这些 违封 强检 封区 停地铁 那些 你还怎样留住那些企业呢 是吧 你这头叫我留在那里 那头你连地铁都封了 那头你连公交车都封了 但是 每个要去做检测 整个科技员 科兴那个 十几万人 有十几个中招 整个科技员封了去 没人能做事的话 你叫人留下我怎么留呢 所以问题也是 但是问题就是 暂时来说 你看到 李克强差不多上了 就是 in charge 经济 三个月 你看到都没什么起义 那就是 就是这样的原因 那么我们快快手手说完中国那边先 那么 今个星期我就不会放了 因为上个星期已经放了 那么如果大家有兴趣订阅我们 九月份的 香港环球投资日节 或者是美股YouTube投资筆记 大家都可以开始付费 大家记住 免费订阅我们的 YouTube 英文财经频道 Union Stock Market Weekly 那我连结就在下面 好那就说回我们 比较关心的 香港情况 因为为什么呢 国内那些 其实我真的不是太 就是不是太 但是没算了 就是我们都要 就是你做时事评论的 始终都是 就是我们的祖国 都要报导 跟香港都是息息相关 但是 就是国内那些 其实我真的不是太大的 兴趣去报导 就是已经是对 就是很难说 我不知道怎样说 就是开始 以前我都 就是过去那十几年 其实都OK的 就是都觉得 就是祖国是那些人 说一下大话 就是你要小心一点之外 我觉得都是OK的 但是你说经过 就是这段时间的强国人 再看到那些人 怎样扑街 那怎样做这些政策呢 已经是 就是对 对个国家 是有种 很莫名其妙的 怎样说 就是有些厌恶和抗拒 其实是真的 就是真的对个国家有些厌恶和抗拒 你看到 为什么还要宣扬大湾区呢 那么多人 就是 毕生积蓄 丢了进去 昨天我看到YouTube才说 有三十几个大湾区的商业楼盘 全部有事 全部出事 那么有那么多人 香港几百人 就是买了那些大湾区的楼盘 已经是 烂尾烂到现在了 2018年到现在 又迫你香港人用那些科兴疫苗 那些疫苗又没有第三期临床 什么都没有 就是 你开始经历了这几年 坦白说它是 就是不知为什么是对 加上那些 加上社运 找那些白衣人 找那些国内那些人 来香港扮执法 就是你已经开始对祖国有一种厌恶的感觉 很自然的 就是不是刻意 是累积出来的 就是以往在过去我们 这么多年回到国内 都说小心点 他们的人说话就没有句真的了 你就小心点 不要被人打河巴 最多是这样 最多是去到这里 但是这四五年 是 完全提不起兴趣 回到国内 真的完全提不起兴趣 就是你说我有钱的我宁愿飞去台湾玩一下 飞去日本玩一下 或者飞去韩国 我都没有兴趣回国内 真的 就是你再叫我回国内去做生意 或者跟国内那些人交手 甚至你说现在 我想 不只是我一个 很多香港人 旁边的那个是国内人的 你都说哎 我走开算了 其实是这样 真的 我现在看到 国内那些人很惨啊 他们在 在那些货车站做黑衣啊 或者那些大的 捏住个小街黑钱 其实我没有反应 真的 我真的没有反应 我在Patreon也有说 我宁愿 就是 现在你会说 这个人走过来买旗 会不会他背后 是跟共产党有关呢 你真的会这样想的 很奇怪的 如果我捐了钱 你不要当我买旗多少钱 捐了多少钱 你不是五元十元 那会不会落了党道呢 你的脑子是自然会这样想的 所以我在Patreon里面 就说我宁愿下去 深水埗 这样我就 譬如明哥或者明哥的店铺 放下一些钱 你帮我买一些饭盒 给一些 给一些街坊 我还觉得自己真的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真的 你可能说 板主你这么孤寒呀 几十个饭盒多少钱 但是我真的看到有人受惠 你站一会看到有人来拿饭盒吃 这些是我的 我给钱 那些哥哥姐姐来给饭盒 你真的看到 受惠的那个不是国内人 不要紧 起码是有人受惠 但是你买了这个旗的话 如果背后是党 那就拿了钱走 没有人受惠 只有党受惠 你的思维里面 自然会想起这个东西 真的 你的思维里面 自然会想起这个东西 所以我真的宁愿 走下去 不要紧 例如你放下1000元 帮我这1000元 这么多张饭票 来拿那些兄弟姊妹的 给饭去吃 是吧 看到有些人来拿饭盒 拿走饭盒 我真的看到有人拿了饭盒走 然后帮到人 是吧 他一回到党 党也拿了 怎会让你拿 香港人现在慢慢 我想知道是不是只有我有这样的感觉 我估计也不止 我们说回 所以我现在对国内说 喂 那些人很惨啊 每个人拍的YouTube片 我没有饭开 找不到工作 交不到租 甚至有些我现在已经在睡街 我基本上麻木了 真的我麻木了 你说对不对 我没有觉得对不对 帮人就好了 所以大家都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方法 起码帮到深水埗的街坊 帮回我们自己香港人 我觉得一样要帮都帮自己香港人 是吧 你自己人你都不帮 那你帮过山长水远的 山长水远那些不关你的事 好 那我们就 说回香港 我很不喜欢 就是 老宠物说这些 你看到说到没话说了 那就说 喂 你彭博那些假新闻来啊 是吧 就是你想分化我们啊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别人说那些是假新闻呢 彭博那些不会乱说的 我想问大家 你相信彭博一定信共产党 我相信 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信彭博 是吧 就是有人跟他说有 有信用的材料跟他说的 那之前亦都真是 你证实一件事 他说李家超支持十一月取消酒店隔离 他说这些是假新闻 但是你看回人家外媒的报导 你看回人家 一会我们说的那些投行 他的确是跟人说证明的 那就是不是假新闻 是吧 是你努宠贸不知道而已 对不对 我估计一件事是他不知道而已 那个不是假新闻 正常啊 是吧 如果证明 都不行的话 他就唯有取消酒店隔离而已 所以这个是假新闻的机会是很低的 因为第一步已经证实了 人家那几个 稍后给大家看回那个新闻 人家那几个 美国投行的高层 已经证实了 特区政府有跟他说是 提供证明的 但是人家reject no offense 所以下一步 如果你真的要人来的话 那你就要取消这些酒店隔离 不可以做过没面 所以如果你由这个东西去推断的话 即是彭博讲的 reliable source 应该是真的 但问题就是 是老宠物未去到这个级数 他不知道而已 因为不需要告诉你 你照做而已 共产党 你照做而已 不需要告诉你 别人都告诉你 投行知道 如果投行是OK的话 他就取消了 我们取消了 香港的酒店隔离 你来不来 如果你来得 取消 接着就叫老宠物做 不用问个意见 你是喉舌而已 那当然了 劳宠物 劳宠物就觉得 喂 你好似 你好似不尊重我 他不用尊重你的 共产党 要不要尊重你 他不用尊重你的 让你做这些位置 就能够收拾 对吧 你看看他怎样管 深圳 就是 科技医院 大家都可以 深圳大学那个 香港大学深圳那个科技医院 搞到人家都差不多 已经是财政丢了 已经破产了 你就知道 还用你 因为你红 是吧 不是那个红 是你的屎股红 所以问题就在这 他就以为 喂 就是人家彭博 就是假新闻 不是 是因为 党是没有需要告诉你 好了 你说 在香港 不同的专家 对于香港的防疫措施 是不是有分歧 是这样的 是的 有分歧正不正常 我觉得有分歧也正常 差在那个大方向 对不对 有分歧是正常的 你看到 这个就是今天最新的 梁振英也走出来 喂 打针人数偏低 要用强制的手段 流龙也是 大家看到流龙也是要用强制的手段 那你见到何柏梁又不是 何柏梁就说过很多次 就要取消这个 就是3加4 3加4 不是4加3 3加4 3日就是酒店隔离 4日就是 居家 或者是健康监察 那么 何柏梁就 suggest 这个0加7 他suggest 这个0 就是全部是0 那就说 检疫越早放宽越好 那么他就 就是用一些 就是华柔一些的方法 不如派消费券吧 你长者肯打三针的 那就派多 派多1000元 但是政府当然不会再派消费券 对不对 这个我们之前已经报道过 大家看到 香港的中学生 你现在这样去 再逼针呢 简单说句 你只是叫多些人走 那大家知道现在为什么下位仪要走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 是吧 老的又走 小的又走 那你不要忘记 你黑强总理叫你什么 你黑强总理叫你杀停移民潮 对不对 那为什么要闭关锁角 就是习主席 就是不让人走 闭关锁角就是不让你走 好吗 但是你不让人走 就更加多人走 你现在做这件事 就更多人走 大家看到下面 香港的中学生认为 当局是强迫学生打针 当然 你要九成的打了三针 才可以面授 那我不如 直接走到英国 直接走到澳洲 那就没有这件事 大家知不知道你戴得多 我现在不断在网上看的那些 就是戴得多口罩 有什么问题 其实很大问题 原来戴多口罩 为什么呢 因为人 即你的呼吸量不够 你试试 你戴在街里面 你戴一个 戴一个中口罩 然后你除了口罩 人是不同的 因为你的含氧量 是正常很多的 除了心理上 觉得是有问题 即是面对面 人是这样的 人是一个感动物来的 你觉得 你要看到那个人的样子 大家才有那个 亲切感 否则有很大的隔膜 很多距离 你现在最多在家里才看到 大家脱口罩 你变得有很多隔膜 那个社交距离是很大的 这是心理上的 生理上 在外国已经研究过 别人美国或者欧洲 你长期戴口罩 那个人的活动能力 是会下降的 是影响你的功能的 因为为什么呢 你吸入那个含氧量 每一分钟里面 是少了很多的 你留意一下 特别是你戴一些 很厉害的口罩 更厉害 因为它的过滤太多 不好的 所以为什么你看到 美国没了 欧洲没了 英国没了 就是这样的 你个人不同 个人是活力一点的 你不戴口罩 你自己试试 你试试找个没人的公园 行十五分钟 戴口罩 除了口罩 行十五分钟 个人是不同的 所以长期戴口罩 其实是有问题的 你不要忘记 香港人已经戴了 快三年了 你想想你一天戴多少个小时的口罩 你自己想想 你上班 有些甚至在公司里面都戴口罩 你想想你一天戴多少个小时的口罩 如果加上加班的话 早上出街 你七点八点钟就戴口罩 回到家 如果你要加班九点钟 你戴口罩 十四五个小时 对你的心肺功能或者健康是有问题的 心理上又有问题 生理上都有问题 其实现在应该是 基本上是全都要脱离了 你个个都中招了 怕什么 对不对 你全部一中招还怕什么 这个大家都可以看看外国的文献 不是我说的 你自己去看看外国的文献 你就会知道 很多香港的中学生认为是逼针 你不打齐针 没得上课 他就走 有能力就走 是吧 这个我在星期六的政经短打都说了 好了 但是原来 现在那个五岁要做疫苗通行证 原来不是一针 是两针 大家看到这个 今早上 疫苗通行证 打算降到五岁要打两针 不是一针 是两针 这个儿童权利委员会 这个是党部 经济出来 就说小朋友会感到受罚 和要考虑他的成长 我觉得这个 你看这个小孩 都在做疫苗通行证 大家看到吗 根据这篇报道 原来是这样的 他说 有家长曾经透露 他的子女接种第一剂疫苗之后 那个反应很大 所以他不敢打第二针 他说明白政府希望建立个免疫屏障 但是小朋友现时无法理解 他打下去不舒服 那家长很害怕 是吧 他发烧发到四十几度 那你怕不怕 不应该逼他们抗疫 现在是两针 不是一针 现在疫苗通行证 五岁是两针 不是一针 那你怎样的那些小朋友不离 是吧 他不离也不行 如果我打了一针不舒服 我还打多一针 死人的 但是他长期都不能回学 是吧 那家长就很担心他的学业 那出街又不行 又不能进到商场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小朋友病了已经很惨了 那为什麽小朋友病了 中了招 或者他打了第一针之后 他烧到四十几度 那你还要惩罚他呢 没可能的事 是个小孩来的 对不对 那那些高官的子女是不是也是这样 那你的高官的子女是不是这样 对不对 你自己要想这件事 其实我觉得这些是很不恰当的 其实这些措施是 不是落后 不是落误 不是说全世界已经 没有了这个防疫措施 而是说 你对那些小朋友是很不公平的 大哥 我只有几岁 几岁的人 大家看到那个 两个人 捉住那个小孩 照射他一针 那现在你第二次呢 他第一针已经打了不舒服 你再捉住他 再多射他一针 那你想怎样呢 这些是不人道的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你刘龙 或者你 盧崇茂你是医生来的 你是医生来的 不是我们一般人 大家看到这个 他说 港府应该咨询儿童事务委员会的意见 对不对 那你盧崇茂有没有做到 你一见到那个不是成人来的 那个五岁年轻人来的 大佬 现在总而言之 你还有这个防疫措施 你一见到这些 我不是想告诉大家 这几天 香港的确准人数都过满 不是 是说你永远都会有这些群组出现 大家看到有些护士染疫 出席这些婚宴 一定有 人类就是群居的动物来的 他没可能永远都做 即是没可能永远都做独家村的 你林郑呀 徐英伟呀 徐维文呀 整席高官 你们都出席的婚宴 即是大家有 社交集团 那有什么问题呢 你抗疫抗到第三年 你继续这个伤风感冒 都用这些方式的话 紧跟北京的话 你永远这些群组 没完没了 除非你杀了所有人 好了 很久没见了 许树昌 许树昌就走出来了 估计这个月会见顶 即是这个月的确诊数字会见顶 这个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到根本没有外来的人 有没有外来的人 没有 全部来的那些是外国 那些小孩回来放暑假 或者是飞融 外融 那些 你见到这个数字 如果这个数字一直上升 特区政府立刻出来 赢了 是吧 但是OK 我也同意他说的 避免这个星期六就是中秋 这个星期六就是了 很快 这个星期六就是中秋节 我看看9月多少日 9月10日 就是中秋节 接着就是星期一 下个星期一 就是补假 所以三日假期里面 其实那个 就是 外面 行商场 或者social gathering的人 都会多了 这个我都同意 许树昌的 避免参与太多的 跨家庭聚会 这个我同意的 比如你三四个人 或者七八个人就算了 这个我同意 但是由现在这里开始 我就不同意了 许树昌就说 疫情或者9月见顶 即是今个月 这个我刚刚同意了 明年 就要打这个 二价疫苗 二价疫苗英文叫 Bivalent B-I-V-A-L-A-N-T 其实就是什么呢 简单说 不要那么复杂 即是说 他就 旧时 最原始那种病毒 撑得住 现在变种的 都撑得住 这就叫做二价疫苗 简单说句 他就说最后 个个都要打这个 第二代的疫苗 现在他就说 特区政府就在谈 现在据我们所知 就是 辉瑞和 莫德纳 至于他跟谁在谈 我们不知道 但是 就没有说 科兴有二价疫苗 但是 你知道国内那些 天下无敌的嘛 你变一百次中 科兴也有效的 对不对 科兴 你几时可以打 这个就是胆 现在科兴 就选择这个 这个胆 选择这个 辉这个 辉瑞或者 无敌打 就是科兴做胆 然后这两个做脚 那你一定要打的 最后个个都要打这个第二代的疫苗 好了 已经打了四针 或者是邓家彪那些 打了五针 就已经脚软了 好了 接着 还没说完 今天早上更麻烦 今天早上这个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 这个 崔俊明就说 第一 不用等这个第二代疫苗了 尽快打吧 喂大佬 别人都说明 是对 变种有效 你现在还打一只两年前那只 那只病毒都已经消失了 那么打来干什么 是吧 快点打啊你们 是吧 打你好不好 那些 好了 接着第二代疫苗 又要打齐三针 哇大佬 那肥妈那些 不就要打八针 你老妹 即是你现在的小孩 你现在的五岁那个 打了两针 扑街跟着六岁也是打三针 没得搞的 搞不了的 我告诉你 如果你现在是公务员 你死硬就可以了 他一定逼你打的 如果你是公务员 我告诉你 明年 有这个二架疫苗 他一定逼你打的 那我们逼不逼得到呢 那未必 因为逼你没用 但是你们做公务员 或者是那些大机构那些 一定逼得到 我告诉你 打针也打得你很糟糕 我告诉你 你想想一件事 你短短年纪 打八九针 你的免疫系统不死 短短年纪时间不够两年 你打八九针 大佬 你的免疫系统不散 我告诉你 是吧 不是我说的 大家自己看 他还是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的会长 大佬 大佬你明知道 现在你们打的疫苗 是对付当年变种最早期的疫苗来的 不然人家为什么要做个疫苗疫苗出来呢 你还有没有听过那些人的肺化了 没有 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留在你的上呼吸里面 对不对 所以问题就是 你的小孩可以打多少针呢 我告诉你 现在你五岁 他就要你打两针 很快 过多个多月之后 就要你打三针 五岁 好了 接着明年 你的小孩 六岁 又打三针 谁可以搞 搞不了 所以不是走 就是这个意思 老人的那些就快点走 大家看看 长者又怎样 大家看到 一成长者和家人快策中招是没有登记 为什么不登记 为什么不登记 七十岁以上 如果他没有打齐针 他怕你捉够了荒仓 就是这么简单 对不对 对不对 因为他怕你捉他荒仓 这些我们之前都说过了 他打了一针 他差不多 没了半条人命 但是他还怎样打第二针 你跟着还叫那些老人家 他拼命为了喝茶 有很多是为了喝茶 为了跟我孙子去喝茶 被迫打了一针两针 你叫他明年 再打三针 你不就是要了他的老命 对不对 这个问题就是他怕你捉他入荒仓 大哥 他周身病的 我们说过了 对不对 他周身病的 又糖尿 又心脏 又血压 九万几样东西又尿酸 如果婆婆的又有些女人病 N那么多种病 又走不了 为了脚又远 又要动之拐掌 你捉够了四十方仓 死了就没人知道 那他就不报 就是这样 你政府应该自己检讨一下 对不对 这一个大家就不要只是看个heading 因为我看了里面的来文 这位染疫不治的长者就77岁 男性来的 他中了招 他是有向卫生署 报案 但只不过他是不同意 卫生署的处理方式 应该 就是送他去方仓 接着没说 他不同意 没有跟着 卫生署 接着给他的安排 简单说一句 应该 如果他没有打 不打齐针 就是送他去方仓 就是没有打齐两针 就是送他去方仓 或者送他去隔离 那他就害怕 对不对 他是有报道 但是拒绝送医 因为你不是送他去 你不是送他去正常那些 你送了他的方仓 就是这样 你再说这些其实是无意义的 很多读者已经留言了 就是你现在 就是 病逝的那些长者 一半是没有打针 就是一半有 那就是一半一半 那你就是没有显示 就是你还说未打足三针 笑死人 是吧 喂 那你打一针两针 完全没用 就是说 未打足三针 那如果打足三针 打足三针 那因为你有长期病患 就是好了 那接着呢 去到明年 新那只二架疫苗回来 哦 因为你还没打新疫苗 你还没打新疫苗的第一针 接着就是你没有打足两针 接着你没有打足三针 那就是循循环环地再打 为什么呢 就是搞流感 搞伤风 就是这样 没得搞的 你再搞这些呢 你看看现在 新加坡 新加坡都有谈的 新加坡都有跟辉瑞和Moderna谈的 但是问题是自愿性质的 你觉得有需要 疫苗到了你就打 你觉得没有需要你就不打 你觉得有需要 病情严重你就入院 你觉得没有需要的 就自己在家看医生 就是一样 就是你病而已 一个人他有病 OK我睡着没问题的 那你就睡着了 你觉得严重的就入院 是不是 就是这样 譬如一般的 譬如说 二十凌三十岁 三十凌四十岁 大人那些害怕什么 感冒而已 是不是 我们不是看低他的严重性 问题就是 你这个人 是有感觉的 你不是猫猫狗狗 你不舒服的时候 就送院 是不是 流感都死人的 我们说过很多次 那你现在再说 今早上 东方 升道 今早上 你还说这些未打 触三针 已经没意思了 好了 我们说一下 学生歌 大家看到 校长希望放宽 高中 弹性上班 为什么呢 学生越走越多 你现在说未打 九成三针 就没得面售11月 那些人本来 不打算走 即是死剩总的 一两成 其实现在都要走了 真的没有钱 慢慢紧的那些 都要走 因为为什么 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个小孩 可以上堂 大佬 人家在美国 在英国 人家正常上课 不知多久 我问我朋友 他那两个小孩 在曼徹 他没有戴口罩 去年八月 九月 去了曼徹 现在已经正常上课 已经正常上课 已经一年了 他没有戴口罩 我老婆的朋友在澳洲 在Melbourne 两个小孩都没有戴口罩 正常上课 不知多久 已经一年了 你现在香港还教这些 如果父母一定是担心小孩 坦白说他又戴口罩 喂 我打了三针 隔壁那个人不打三针 那就整班 全部人都没得面仇 我不如不读就是了 读来把乱吗 你不见没有打三针 不能够考国安法 国安法不一定要考 国安课不一样 国安试不一样要考 这些是不公平的东西 你选择其他人 关其他人什么事 打针 坦白说他 打针和面仇有什么关系 你戴了口罩 对不对 你戴口罩为什么要戴口罩 民建联又赖了 一会儿说民建联已经飞了 民建联就说疫情导致部分学校收心不足有什么关系 别人都有疫情 别人禁足 如果我当面就调查他 别人英国收得禁足 别人澳洲收得禁足 还要聘请学生 告诉你 现在英国很多要聘请学生 英国很多要聘请教师 澳洲很多要聘请教师 因为很多香港学生去了 是吧 关什么事 还要处理宿班问题 宿你老爸 我给大家看看这个是昨天最新的 新学年 缩减了 七十班的小一 我不知道小一现在有多少个 即一班里面 有多少学生 我大概当他30个学生 只有2000多人 你不要忘记 这是小一 23456呢 那么中学的12345呢 大学呢 那里没有了几万人 应该 你小一没有了 没有了2000多人 那就是小二 小三 小四小五没有 你还会有国内的人 没有的了 其实不用想的 是吧 你看看这个中学校长主席 说 可不可以是一个契机 被香港教育走前一步呢 你这样没有人 无法搞的 你这些学生 小学生玩宾州 越玩越缩 你现在走 这个 就是 打不够三针呢 没有九成打够三针呢 就没有这个 就是上面授堂的话呢 更多人走 我告诉你 更加多人走 你小一没有七十班 不就是小二没有七十班 一样而已 不就是小三小四小五 他不告诉你 对不对 那些人不会突然不读小一 而读小二 对不对 好了 我们就说回我们的封面 基本上 如果你有和 我在Patreon都有说的 如果你有和美国做生意 你就会知道 美国佬如果回答你 No offense 其实就 不算是没礼貌 不算的 他通常不回答你 不回答你 也不算是没礼貌 因为你提供一些东西 我不是一定要回答你 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是不同的 即是你提供一些东西 我不一定要回答你 你吊构我在股市里面沽空 我问你 你有信心 你就买了 为什么你不买呢 是吧 所以他的概念和你是不同的 即是他要回答你 No offense 其实不算是没礼貌 只不过英国人就惨了 英国人就 就是 即是 长篇大论 这样子 这样子 然后这样子 最后 就是我也是不来 就是这样 英国佬不是 但美国人就很值得 即是答你 No offense 或者不回答你 好了 问题就是 大家看到 这个我出了Patreon 就说金融的高层就怕在香港 那么免检 开会 都不来 我们看一下他里面有什么风吹出来 那这个就是 星期六 Yahoo新闻 Yahoo财经 港府据报 豁免金融峰会嘉宾隔离 多间 即是 多间大行的高层拒绝 所以问题就是 说刘宇龙 就是 盧冲某说的是不对 就是说 特区政府 的确是有offer exemption 给这一帮金融的高层 但是人家reject了 如果人家reject了的话 他为了要人来 有机会 就是他reject的理由就是 怕不公平 就是说我那些 给大家看了下一页 先 那么 相关的 投资机构是什么呢 就是高盛 花旗 以及 摩根斯丹利 这三个 是受邀参加在四季酒店举行峰会之一的行政总裁 就是CEO 与会者将入住四季酒店 预计他们将会与本港的金融监管机构举行这个闭门会议 那么这三个全部都是美国的 美国的 也都只有这些 就是如果投资钱在你的股市里面 每天才有几十亿 或者过百亿的美金 投资 不过我告诉你 背后都是索罗斯 巴菲特那些 我告诉你 因为他是投资 背后投资者 就不是他 他是集了那些钱来投资 whatever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如果他是 reject了 有机会 他说出来的理由就是 他们将不会前往香港 相关金融机构的高层 不希望被豁免于本港隔离规定 因为担心获得特殊待遇 会惹来负面看法 尤其是他们驻港的员工 驻港的员工 仍然要接受三加四的检疫安排 所以问题就是 如果你一定要他来的话 那全部不用三加四就行了 是吧 所以特区政府曾经想过 撤销了这个检疫酒店的要求 是make sense的 是make sense的 因为人家现在不来 我老早已经说过 你被试试了 别人不肯 对不对 这个问题就是 现在那些人还坐在那里 但就不是好像 劳宠某走出来说 这些就搞分法 不是 是你想过 你执不执行是第二回事 别人说出你想过 所以完全是make sense的 好 问题就是 是不是真的 只是因为 害怕他们 香港的驻港员工 觉得不公平 当然不是 你想想一样 这一帮投行 今年已经没有花红了 喂 他还来 你要明白 在这些傢伙来说 除非那些给钱例外 譬如说 非洲兄弟那些 所以你看到 王毅大妈去到 别人一定 全部找人接你 大排延值 为什么 因为你要付钱 你付少点钱 你现在是叫别人 你叫别人来 然后又怎么样 叫别人来投资付钱 我当然不来 喂 坦白说一句 现在美国 只只股票都这么便宜 我为什么还要投资来香港 你是投行你都不会 对不对 很正常的 既然我都不投资 那我来做什么 大家知道美国佬是很现实的 很现实的 你不要浪费时间 他屌辞你的 所以他回答你 no offense 其实不算是不礼貌 即是不用了 我们不来了 他也没有说 这些原因 都是据消息人士透露 别人只是回答你no offense 另外一个 就是 上个星期 这个新加坡的副总理 王瑞杰 来香港的时候 就跟林郑影的 这个 特区政府是完全不批评的 这个 这一幅相 并不是 林郑的Facebook 流出来的 是在 王瑞杰的社交媒体 流出来的 即是说林郑 已经没办法上到社交媒体 最少是已经被人盯着 有媒体问过特区政府 喂 这个是不是西九故宫 里面 影的 特区政府 没有回应 我们问这个 新加坡的办公室 都没有回应 那些传媒呢 就 大家去过这个 西九的故宫 就是那个 展览厅 那 已经有人知道 是的 基本上 但是他相信 特区政府 就说了 你不要承认 不要回答 为什么呢 因为不想让人知道 他给了 黄瑞杰 其实黄瑞杰来香港 是有 证明的 你看到他的手 没有手带 他当然不会 下载你的 安心出行 或者是红黄绿马 对不对 对不对 大家看到 新加坡副总理 全获豁免 他不只是豁免隔离 这么简单 他连疫苗通行证 都不用 那就怕被人吵 我第一个就吵架你 为什么我要 我没有疫苗通行证 为什么我不能进入 为什么他能进入 喂大哥 我也有投资港股 他现在来到 有没有投资港股 没有 你还要来请他吃顿饭 他来给面子派对 新加坡会来给面子派对 美国佬不会 为什么呢 其实所有的东西 后面都是美国佬 就是美国佬 就是最后的金主 我为什么要给面子派对 新加坡现在的单位是谁的 美国佬 真的吗 中国以前的单位是谁的 就是美国佬 美国佬本身我持单位 我为什么要给面子派对 所以你试试他也不来 但是黄瑞杰算了 你看到新加坡 新加坡回去就笑得牙 告诉你 真的 你香港还有这些防疫措施 还要 还要豁免我 我为什么要豁免 全世界都没有 对不对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之前已经报道过了 南韩这家乐天集团 已经是全数撤出这个中国市场 但是人家就不是收皮 你看到人家就会在这个 越南市场 越南也有 九千多万人 人口来说就比日本 多过韩国 这样就发展这个 零售和餐饮业 在越南就会建造这个智能的物流中心 有读者问 新加坡 他又没有联系汇率 他又没有基本法 又没有一国两制 为什么 现在这么多人都走了去新加坡 做这个金融呢 这样的原因就是因为 香港人是被特区政府洗脑的 其实不关事 不关事 香港能够做金融中心的原因 只有两个原因 第一就是那些人 全世界的人是信这个英国人 第二 当时美国是给了香港最优惠 贸易待遇 是这么多 是信这两个东西 不关你 因为简单说一句 你联系汇率可以学的嘛 基本法 拿本基本法照参就可以了 是不是 他都一个两制就可以了 他有个马来西亚的嘛 是不是 其实不关事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什么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我还听到很多YouTuber说 新加坡不是民主国家 你不可以公开谈论政治的 不然他可以拘捕你 当然他也是警戒你而已 不像香港那样 拘捕了你两年都不审就不会的 他是警戒你而已 所以你看到新加坡 就没什么人讲政治的 但是新加坡有一件事好 他有国际视野 还有他 做事都还算是公道 最重要的一件事 现在新加坡没有共产党 你香港有共产党 是吧 我分别就是这里 不关事的 很多香港人是中了毒的 香港有联系汇率 有基本法 有一个两制 所以就是金融中心 错 只有两件事 全世界 信英国佬 我告诉你 如果现在香港 交给英国 整个股市 几万点都有份 我告诉你 真的不是开玩笑 立刻当你几万点都有份 你试试现在那些 那些 这个律政司 那些法官 全部换了鬼佬 换了鬼婆 所有国安法都没有了 你看看 你看看香港能不能弹过万点 一定能弹过万点 就是这么简单 你看到波叔 这个就是作业的 马上走出来 我将那些 海外那些 企业 就摆入这个港股通范围 谁来买呢 是吧 那别人买 不如直接买美股 为什么还要经理香港 买股票呢 是吧 希望呢 吸引更多优质的 知名海外企业 到港上市 简单说的就是 我将你们 纳入港股通 那国内的人都买到 那你外国那些公司来香港上市 那你见到外国有没有反应 人家会都不跟你开 他还放在你香港上市 是吧 大家见到这个是昨日的新闻 那你见到 这个民建联 就是昨日 兵分三路 出访了这个东盟 那大家见到很奇怪 你见到 你觉得连横额也没有一张 为什么 免得大罗大鼓 回来 交不了功课 不就糟糕 当到此一游就算了 交了功课 还在机场遇到这个 这个689 就反映这个通关要求 那当然是没用 所以大家见到正常的 他们大罗大鼓 拉了横额 为什么现在你看到横额也没有 当然了 明知道去 人家又不会不见你的 你来我地方 但是问题 你是不是叫 你现在走去越南 你走去印尼 你走去柬埔寨 你叫我投资香港 我找什么投资香港 找个投资来香港 正常 以前王毅大妈去 是带钱去的 你带钱去我当然是welcome 你现在不是的 你来叫我投资 坦白说一句 你是无权无势 你是议员而已 他见你的商家而已 最多请你吃产饭 是吗 好了 大家看到了 我们之前都说过 最后 at the end of the day 即是吵完一轮之后 美国仍然宣布延续 对中国的关税措施 即是没有改过 不会减税 我们一早已经说了 不会减你中国关税 他不会在这个时候放你 美国都 美国都精的 即是拜登老爷都精的 哦 你有十四个人支持 这个我今早也看的 就说 收了四百个请求 决定延长对华关税 即是拜登老爷都学了中国的招 我有十四个人 即是你不要站在十四个人的对立面 拜登就说我收了四百个请求 所以我要顺应民意 这样就决定延长对华的关税 不减 这些大家看到形光幕这些情景 可一不可再 即是当时你看到Donald Trump 那一堆 即是和习主席 或者王毅大妈 这个 刘鹤那些坐下开会 现在已经不会再有了 现在不会再有了 你看他 美国人很厉害 我看看有没有关税有没有审 即是有没有这个 关税哪些必要 哪些没有那么必要 不过 你不要等我了 我要 我要看成几个月的 我有时间看 暂时不改 美国佬就是这样 另外 美国宣布 之前说要过国会 现在过了 11亿美金 对台继续售卖武器 中国你看到现在 基本上越来越弱 现在连那个 之前找的那些 无人机去搞人家 即是现在 禁了这个厦门 就不准飞无人机 这样 即是已经是 越来越弱 这些声音 这个 大家如果记得 之前联合国这个女人 Michelle这个 当时中国是指定她 指定要她 才可以进入新疆 去调查 大家记不记得 所有人都不行 联合国里面 即联合国人权事务局里面 只有她才可以 之前她曾经说过 新疆没有 但她现在8月31日辞职 8月31日就发表了报告 中国在新疆地区侵犯人权 希望释放被扣的维吾尔人 现在中国就不信任这个女人了 不行 这个污蔑我 但大家记得 当时中国是只有她 才可以进去查 那你想想 联合国或者美国佬有没有做到事 应该做了事 你付钱她也没用 因为你的钱不够人 多了 接着就欠个位置 喂 现在支持这个人的位置 是谁呢 又打算收买她 没用 这些已经过去了 你再出这些 银蛋政策 中国已经没效了 越来越少钱 就越来越没效 就是这么简单 你一直扔钱过去 那些人就站在你那边 你不扔钱 那些人就不站在你那边 你看到现在 为什么那些大伯 被人冲开 那个封锁区 因为你 都出不够钱给人 你有钱出钱吗 你还欠着人家的钱 要不然哪里充得过 没可能充得过 为什么被你充过 你都没出够钱 你现在特区政府也是 你不加薪 你加薪只有2% 那么个个人不出声 正常 你试试明年特区政府整个高官减民工 彩你有味 上班好像僵尸 以前试过 在九几年代 金融风暴爆破之后 金融泡沫爆破之后 那些公务员就像僵尸 行尸走肉地上班 那些教师就是行尸走肉地教书 下个星期也可能会判断 当时不是杀孝的 我也说过 2000年的时候香港不是杀孝 还花什么工 还用什么努力 明天也可能不能做 是吧 大家记不记得2000年那时 特区政府是裁员的 是大裁员 其实是很快的 很快是大裁员的 你都没钱 今年头那四个月就赤字了 波叔也不敢说 我记得我看过那宗新闻 你没钱就玩完了 好了 我们借这个节目 有些读借 我之前也说过 香港人 全部是跟潮流 一说这个MIRROR 就个个都说 一不说 就个个都不说 最近 阿Mo 说情况有改善 但其实 怎样说 根据他爸爸说 颈椎椎神经 95%都不能够完全复原 这几天就开始 试试做中医 每天他清醒的 但都只能够看着天花板 希望大家帮阿Mo继续集气 无论 无论 25岁 在我来说是小孩 希望有些奇迹出现 可以一段时间之内 慢慢 逐渐逐渐 好 我都知道是麻烦的 或者有没有机会去 美国 外国 那些神经专科 那些 希望那个情况有改善 坐得起身 手脚移动也好 希望大家帮阿Mo继续祈祷 好 我们在之前节目也说过 你看到 现在所有的 关于社运 政治犯全部 想今年之内清晰 我在 10日之前已经说过 你可以看到 离谱到一件事 杰斯认罪 杰斯的助手姓李那位女士 之前就说他协助洗黑钱 现在就不告他 大哥你都不是离谱得那么紧要 你应该继续告他 但一件事你已经 拘留了年纪 你要坐多 三四个月 这样就无罪释放 即是可以放得了 这样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你想想想 连告也不告 大哥你连告也不告 有什么可能叫人 蹲了一年 你之前不是说他洗黑钱 说他串谋洗黑钱 罪名 就是那个案情严重 那你现在告也不告 是吧 坦白说他哪有人敢来投资 你这个判案是乱禁来的 什么法律都不对 我管你国安法也好 基本法也好 common law也好 也不可能是这样的 你最少都给他一个罪名 哦 行了 那你坐了一年了 再过几个月你就可以了 那你有罪名 罪名也没有 哦 我撤销就不告你了 喂 你以为现在玩了 好了 在整个社运里面 我觉得 最无辜就是民阵 真的 我也是最喜欢民阵的 为什么呢 因为民阵 基本上 他真的没有政治立场 你批就批 我申请这个游行集会 那就讲了路线给你听 也都在中间做好协调 不同的 不同的站 等等 或者是流水作业 那你批他就批 你不批就不批 对不对 好了 你突然间 喂 喂 不行 有些 暴乱的事件 你要腰斩 终止 那民阵就立即终止 在社运的时候 我们也报道过 所以问题就是 你抓民阵 我觉得 你抓这个岑子杰 我觉得是很没道理的 喂 他跟着你要求的 是吧 我入子申请而已 后期为什么民阵解散呢 搞来干什么 根本就不会批 所以问题就是 他抓岑子杰 或者找人打岑子杰 这个我觉得是最没道理的 我申请而已 你就reject我 对不对 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民阵是最没道理的 其实是 今天就出了一个新闻 就说之前的民阵成员 钟离君 就是盈光莫这位女士 就说入境英国被他 这个就非常奇怪 为什么呢 因为钟离君 就离开了香港 他以前是做一些话剧的 他就离开了香港 去了这个欧洲旅游 他本身是 有美国籍 所以他基本上 他有说到 我不是 去英国申请这个政治庇护 因为他有英国籍 有美国籍 回美国就可以了 对不对 不需要去英国 拿这个政治庇护 但是呢 当他 前几天 在这个波兰入境 这个英国的时候 他应该就是去探朋友 在波兰入境英国的时候 被那些关员 就楼栏他 他只不过 就说 我是来英国旅游 就探朋友而已 给你看 我买了这个离境机票 但是那些关员就不信他 接着 最后那些关员 带回他去火车站里面 再搜完他的行李 都不信他 即是你不可以 入境英国 就叫他走 这个理由呢 就是说 他从来 没有因为示威而遭到香港当局的压迫 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他说明的嘛 我来旅游而已 我又不是申请政治庇护 即是会不会是他的背景有些问题 又或者 又或者 受到共产党 凡是这些人 你不要让他入境 不出奇 我第一个就想到这件事就是 这些人 你不可以让他入境 不出奇 我觉得会有这样的可能性 即是说在全世界里面 其实共产党 还有很多党羽 要不然我想不到其他理由 我来旅游而已 我又不是申请政治庇护 你说我从来没有因为示威遭到 香港东共压迫 有什么关系 当然 他给你游也可以 他不给你游也可以 他可以不需要给你游你 不给你游也可以 他没什么的 他就回到美国 他是美籍的 我觉得相当奇怪 除了我刚才的解释之外 我想不到其他解释 又或者他本身是共产党 顺便 我看到这个大标题 都讲一讲我自己的意见 大家知道 曾志豪之前和 大家在同一个台里面 都做节目 现在曾志豪 就过了去 台湾 很奇怪 我没有看过那篇文章 但是这个 另一个报道 我有看 很奇怪地 曾志豪 就赞文质疑 何俊仁可以保释 和这个特区政府 有这个政治默契 我觉得他这么说 是非常奇怪的 卿姐没有骂 刘慧卿没有骂 只不过 你想讲什么呢 其实 我真是不知道他想讲什么 何俊仁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 坦白说一句 在那个监里面 白点说一句 你只是一冷一热 你都顶不住 他的牙齿又有问题 他之前的癌症又 传了 身体又不舒服 所以希望放出来也正常 坦白说一句 现在何俊仁那些是什么罪 有什么罪你告诉我 是吗 我不明白 为什么他这样 写那篇文章 我没有看过那篇文章 但是这个01的报道 我有看 非常之奇怪 就是说的 你想讲什么呢 我都不明白他想做什么 你问我的 我都不喜欢 民主派 但是问题就是 我是支持何俊仁 出来的 为什么呢 七十多岁的人 撑不住 你只是一冷一热 你都死 不要说什么 真的 有什么政治默契 何俊仁还可以做到什么 何俊仁现在在这个 香港民主里面 他还能够做什么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 田少 你看看田少 我们之前说 田少卖了他 那个豪宅 本来租变了卖 我们也猜到 这次田少 就现身这个 之前又跟 张宇仁那些退了 荣裕主席 之后已经把货了 但是这次他现身伦敦 原来 来讲大戒是什么呢 探孙 就是探孙 何俊仁 这个田少已经过了七十岁 如果他过了七十岁 他已经很英俊了 我觉得田少比 谭文伦更英俊了很多 现在是真的 70岁已经是这样 七十岁已经是 就是田家大少 田北辰是他弟弟 这个问题就是 他会不会再搞政治呢 不会的了 不会的了 当然你说会不会有些 家当是 卖了之后 搬些钱过英国 很难说 因为他们在英国 家族是有生意的 但是你说他会不会 香港再搞政治 其实不会的了 其实 就是等于何俊仁那些 他还有 还有什么政治的利用价值呢 他们不会再搞政治的了 七十几 兄姐还会不会搞 说两句会 现在陈四万还搞不搞 不会搞的了 七十几八十岁人了 还搞 你看老董 医院都睡得傻了 睡了两年 差不多了 已经是一年半了 还有心有力去搞政治 不会的了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曾志豪质疑 何俊仁什么 是吧 这个我们刚才也有说 你看到 共产党就是低能得这么重要 里面 找些无人机 然后飞去台湾的金门 扔垃圾袋里面有些炸菜 老蛋 说什么呢 之前 台湾有些媒体就说 中国窮得 连炸菜老蛋 都买不起 所以特意就扔封信过来 我们有炸菜和老蛋 这个国家是不是真的低能得这么紧要呢 不是真的低能得这么紧要 做一些这么无聊的事 但最近好像这两天就说 中国政府禁止了这个厦门 再飞这个无人机 禁止了 第一我不相信这些是民间的 但问题就说 无论如何都好 禁止了都是好事 你再搞这些挑衅的事 其实是无意思的 这个呢 我之前也有说到的 突然间 台湾就提高了 移民的门栏 香港有些护士就过去了 其实我有个 医管局的朋友 的朋友都过去了台湾 他都是护士 女士 他都遇到同一个情况 遇到一些什么的流难呢 大家看到 很多香港的申请人被额外要求 保交台湾相关的专业考试证书 或者是从事台湾相关工作半年的证明文件 哪里会有呢 没可能的 你没有这个专业资格 哪里会有人 请你做护士 还要做半年呢 哪里会有台湾相关专业考试的证书呢 简单说句就是 一名管缸护士就说被逼要执包袱走人 即是回到香港 好像台湾也不太欢迎香港人过来的感觉 我们之前也说了是 蔡英文是信不过的 这个人 玩政治而已 当时Donald Trump说 Stand with Hong Kong 他就Stand with Hong Kong 你看到现在 刚才我们也看到 三个 美国的 投行高层 全部reject你 你给了exemption 我都不离开 他现在看到美国 好像已经不看香港 他就不离开 很正常 真的 所以你说 我不是说所有台湾人都是这样 但起码蔡英文这个人是信不过的 蔡英文这个人是政治人 他是一个 那你不可以说他坏的 对不对 我给你来也行 我不给你来也行 那你不来台湾 那你就去英国 对不对 但问题是你不要放一个这样的姿态出来 之前台湾放到的姿态很大 我们2019年也报道过 香港人过来 我们大举接收 好了 你见到美国一转态 他就转态 对不对 其实挺彷徨的 如果你一早是这样的话 别人不用来 不用来台湾 直接去英国 对不对 今天就是9月5号 今晚 如无意外 卓慧斯应该是新一任的首相 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 现在一想 就不是对付中国作为威胁 最大的问题 就是英国的通胀问题 特别是那些燃油 特别是燃油 汽油 汽油那些是最厉害的 大家看到 印尼 印尼 已经补贴过两倍的油价 受不了 印尼不是印度 今天 上调的燃油价格 澳洲 澳洲 十年以来 首次增加 永久移民的上限 到19.5万人 很明显 其实他如果要抢香港 就是抢一些 医疗 或者金融的人才 不会抢一些农业的 因为香港没有什么农业的人才 所以我就吵架这个 这个台湾 这个人是蔡英文信不过的 当时我们2019年的时候 我们有报道过 当时台湾很aggressive 为什么 因为Donald Trump stand with Hong Kong 当时台湾很aggressive 你们过来 全部过来 我们全部 帮这个 过来台湾的人 其实一年前 台湾已经 开始反垂了 一年前已经开始反垂了 即是开始 移民政策已经是冷淡了 因为跟 跟这个美国 当拜登一上了之后 其实去到Donald Trump的后期 蔡英文那个对香港 走过去的 比如说示威分子 社运人士 已经开始 政策是弱的 就是 我们半年之内 都陆陆续续报道过 坦白说 如果你一开始是这样 香港的那些 比如那些小孩 或者这些专业人士 要么就去澳洲 要么就去英国 不用走来你的地方 对不对 那白白浪费了 半年一年时间 做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 你又 你说你可不可以 怪蔡英文呢 这样 那你相信他 你用狗而已 对不对 对不对 蔡英文完全是一个政治人 百分百是一个政治人 不过他很幸运 因为刚刚遇见林郑 否则就在韩国遇上了 这个人只是懂得搞政治 什么都不懂 真的 你现在看很多台湾的报道 很多台湾的论坛 其实是屌尾的 现在美国都叫他走不走 叫他站不站不站 真的 你个个来他都见的 就是州长来也见 议员来也见 其实全世界的人都是怎样的 把台湾当作一个反共是怎样的 等于乌克兰而已 美国都不就夹着乌克兰 打你俄罗斯和中国 那你现在见到美国 欧洲 德国 加拿大 澳洲 那就怎样的 夹着你台湾打你中共 就是这样的 那蔡英文没所谓的 最重要 我可以做到总统 我做了两个任期 如果你一早是这些政策的话 那香港那些专业人士 就不用过来 大佬 你浪费了人家年纪时间 刚才那个管理是没可能做到的 那唯有就走 要是回来香港 要是怎样 要是去英国 所以 所以为何香港人喜欢英国是有原因的 香港人为何比较喜欢英国是有原因的 因为英国佬 他都是 基本事他会做 基本事他会做 澳洲都可以 要是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今天 现在是2点15分 市场就不太好 你见到 虽然只是跌260点 但是成交去到730多亿 今天有机会 绝对有机会是过千亿 不过是跌市 跌市成交大 那就是说还有一跌 这样 我们的网址 地产小专家 逢星期五和大家见面 香港与环球投资日资 我会调了 讲这个煤气先 希望今晚出到 如果出不到 就明天出 跟着才会讲这个 智库 Canada Goose 和这个联法科 但是 unfortunately 头那四只 都是跌了很多 只是 即是最后的第五只 欧洲的Airbus空中巴士 股价还站得住 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 我们已经出了一集的了 好 我们两类型的收费项目 那我就不重复了 大家看看凌光幕 有我们的银行账户 转数快电邮和PayPal账户 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大家电邮给我 香港financeout gmail.com 好 今天是星期一 祝大家 星期一愉快 我们下一集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 by bwd6 我们下期再见 请观看